1909年的時候是中國地理學會成立 建國之後我們國家派出了很多的科考隊 然後去青藏高原、去大西北等等的地方去考察 有很多科學研究的成果需要讓大眾去了解 我是耿華君,這裡是中國這本書的主創 這個是我們和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快來創作的 收錄了200多位攝影師的作品 去給大家呈現 我們今天中國的地形地貌的形成 發生在地球6500萬年前 印度板塊跟歐亞大陸發生的碰撞 就造成了青藏高原的整體農村 我們選中了用三級階梯這麼一個形式來表達 三級階梯是中國地理的一個基本的特徵 一級階梯青藏高原它是一個以荒野為主 我們選了五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可可溪里 中國最有大的荒野 阿里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 人稱世界屋擠的屋擠 第三個是九寨溝 橫斷山 中國的山最密集的地方 四公尿山就是攀登的一個聖地 第二級階梯 然後移植到雲桂高原這一縣 荒野和文明去結合得很緊密的 包括伊犁 蘆布泊 甘肅 成都 西安 還有番禁山 蘆布泊是一個大眾所熟知的一個死亡地帶 它是一個很大的湖泊 是以人類生存的一些環境 公元前三千年,屠火羅人 然後來到了這裡來定居 誕生了繳河文化 最著名的就是小河公主 繳河文化之後 漢代的時候,樓蘭古國 這兩個文明在後面都消失掉了 核心的原因是因為自然環境的惡化 第三級階梯是我們東部這些平原為主 就是以文明為主 包括河南、浙江、福建 還有青島和江南 歷史上,江南五個城市五次輪番的崛起 在魏北進行南北朝的時期 用戰爭的原因 北方的人大量的南遷 就是南京的崛起 徘徊堂時候開始修建大運河 揚州的崛起 南宋的時候就把唐州有著臨安 做成了當時的首都 明清時期因為整個手工業工商業的發達 然後蘇州崛起 到了近現代的時候 就是上海的崛起 整個面向了海洋時代 我們做《這裡是中國》的時候 要去和大量的科學家 還有攝影師 然後去來溝通接觸 像搖團棟院士他到65歲 還在去海拔五、六千米的地方做可可 攝影師加南是連續三年 每天早晨6點多就登到龍泉山 然後去等待機會去拍攝成都的全貌照片 我們在2017年6月5號 那天他登上龍泉山的時候 正好那個雲霧各種的也都消散掉了 陽光也正好 他就趕快去拍 拍攝了十幾張 然後接成一張片子 有他們的存在 幫助我們更好地發現中國之美 對中國 每個人腦中都會有不同的印象 通過這本書大家會發現 中國確實非常非常的美 及其他的! 歸原時 wyk科普人考慮 和中國相十多的印象 陳